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 五平方公里左右的面积之内 住着五万五千居民 但有七万多个停车位 半个世纪前的都市规划 把大量的道路与空间留给汽车 现在绿党占多数的市议会 决心打造以人为本的城市 今年八月推出新交通政策 如果出发地或目的地 都不在这块五角形的市中心区范围内 就不要把车开进来 方法是大量把双向道改为单行道 过滤入城交通 部分路段装设智慧路障 驾驶必须事先登入系统 得到通行码 验证之后路障才会降低 让车子通过 有的道路改为行人专用道 并且大量减少停车场 改为公共空间 也用摄影机监控车牌 确保限制区域里 只有公车救护车可以通行 交通官员强调 新措施不代表布鲁塞尔市 拒绝或者禁止汽车 而是要鼓励人们多行走 为自行车打造更安全的环境 当入城的障碍与麻烦变多 许多人可能会放弃开车 改用低碳的大众交通 这叫做所谓车流的蒸发 让市区更绿更美好 过去三年里 四成的欧洲城市 都对汽车交通施加了限制 疫情封锁期间 还有多国首都进行市区翻修 大量新增自行车道跟行人空间 让人与车更平衡 英国伦敦在本世纪初 就已经开征塞车税 不过到现在 更多人已经习惯了 这15英镑的额外开销 市区交通依旧堵塞 当地的自治市哈克尼 采取类似布鲁塞尔的策略 努力限制私人车辆进入 打造低交通流量社区 享受徒步跟单车慢活 但光是把车流移走 也会造成社会不公 伦敦另一个社区达利奇 就有公民团体高呼反对 巴黎第17区的新生态城 克里西巴蒂诺勒 有更颠覆的做法 让开车变成没有必要的事 新市镇有完整的基本服务网路 打造15分钟生活圈 人们不需开车 搭车 转车 就能完成绝大部分生活所需 人们不需要立即使地步 或许多迷 可见到文化 人们不需要 更加密尽 15分钟 或车 人没必要 巴黎为了低碳转型 也下了很大功夫 9月下旬年度的无车日 已经连续举办7年 自行车道快速扩增 市区汽车限速每小时30公里 2024年将禁止柴油车进入 塞纳河边拥挤嘈杂的东西向交通动脉 如今变成城市公园 慢跑骑车溜滑板的好去处 商业大街里沃利 变成低碳车与行人天堂 2024年巴黎奥运 更是进一步推动低碳无车的契机 专家表示未来的城市 汽车只是绝对必要时才会动用的工具 生活习惯改变需要时间 有时不尽顺遂 但仍然是永续未来必须的方向 公事新闻是回忠斌